318集 高宗 弘历 请高宗档案 生族年是1711至1799年 父母 父亲是世宗印珍 母亲牛葫芦氏 后妃 皇后妇察氏 皇后乌拉那拉氏等 年号 乾隆 在位时间是1735至1795年 嗜号 淳皇帝 妙号 高宗 灵寝 御灵 清东灵 性格刚柔相继 勤奋聪慧 自负风流 戴毅点评说 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 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干 有作为 有个性的统治者 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 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 清高宗爱新觉罗红利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 也是掌握皇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统治下的清王朝 国力鼎盛 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然而 在这种高度的繁荣昌盛中 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分支踏来 清王朝走过了盛世阶段 严重的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弘历从小就聪明好学 熟读儒家经典 得到了祖父和父亲的宠爱 他在众兄弟中排行第四 称为黄四子 被封为和硕宝亲王 雍正十三年 一七三五年 雍正帝病逝 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从正大光明牌匾后拿下雍正帝立储的诏书 向诸皇子宣读 宝亲王弘历在众大臣的簇拥下登上皇位 第二年改元乾隆 乾隆的继位没有经过像父辈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而是顺利登基 乾隆帝继位时25岁 面对庞大的国家 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他告诫自己必须小心谨慎 努力勤勉地处理正事 每天早上 不论天气如何 乾隆都会按时到军机处处理正事 当时 军机处安排有人值班 一般情况下 乾隆帝到军机处后 蜡烛还要点一段时间 天才会亮 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次早班 仍然感觉疲惫 而乾隆帝却天天坚持 只要有军情来报 即使是在半夜里 他也要亲自阅览 并且随时召见军机处的官员商量 军机处的官员按照他的口售 拟好照处后再交给他过目 往往需要一两个时辰 乾隆都会耐心地等待 由此看来 乾隆也是一位非常勤政的皇帝 即位之初 乾隆帝便集中力量 解决前两朝留下的弊政 首先调整的是皇室内部尖锐矛盾 康熙末年 康熙诸子为争夺楚位 各述党羽 明争暗斗 矛盾尖锐 雍正即位后 对兄弟们监禁流放 甚至加以残害杀戮 致使皇室内部斗争空前激烈 严重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乾隆帝即位后 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 允体等人释放 并恢复爵位 不久 又将允传 允堂的子孙恢复了宗籍 把他们的追随者家属宽幼赦免 缓和宗室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稳定了政局 除此之外 乾隆帝还地方晋身的特权 扩大了统治基础 又采取措施 纠正雍正崇信祥瑞 迷信恋丹等弊端 为清朝继续繁荣发展开了个好头 在国家治理上 乾隆完善了奏折制度 进一步削弱了内阁力量 随后 他极大的加强了军机处权力 是指超越内阁 成为全国正式的实际中枢 这两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此外 乾隆还加强了对宦官的控制 不允许他们读书识字 并严惩宦官与外朝乃至外地官员勾结的行为 防止宦官干政 当时 朝中的大臣分为俄太和张廷玉两派 他们互相倾压 明争暗斗 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 成为朝政有序运行的关键 乾隆明确表示痛恨党派纷争 告诫陈属不要拉帮结派 限制党争 另外 他还试机对围守者进行打击 乾隆十四年1745年11月 他借张廷玉置诗怠慢之急 削去其爵位 乾隆二十年1755年 他又借湖中枣诗案打击二太一戏 乾隆还在选任官吏时 乾刚独断 选拔与两派关系不深的韩威之势 最终构建了一支与君主为核心的官僚队伍 从而控制了朝刚 在经济上 乾隆帝继续推行耗陷归功 养联银和贪丁入母等政策 在地方 乾隆帝继续鼓励移民肯荒 积极引导农民种植高产作物 在复议上 他多次下令减免钱粮 对受灾地区及时振灾 捐免钱粮 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有效地促进了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经济进步发展 也充实了国家财力 使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局面 除了对朝内进行整顿 乾隆还积极地对外用兵 巩固了边疆地区 对新疆北部的准戈尔部 他相机而动 在乾隆20年1755年和乾隆22年1757年两度出兵 秦霍准部首领达瓦齐 并彻底消灭了阿姆尔萨纳的反叛势力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 在清军与准部作战的时候 南疆的回部贵族大小合着叛乱自立 平定准部后 乾隆果断出兵 清军同回部军展开激战并获得胜利 统一了南疆 乾隆便在南疆因俗而至 设立了参赞大臣 分别驻守在各城加强对各地区的管辖 后来乾隆在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 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与控制 乾隆36年1771年 原先受准部逼迫的托尔户特部文之准部溃败 便在首领沃巴西的率领下离开了福尔加河下游 摆脱了俄罗斯人的控制 千里行军回归祖国 受到乾隆帝的热情欢迎和妥善安置 乾隆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和托尔户特部重返祖国 是清王朝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乾隆15年1750年 西藏地方贵族发动武装叛乱 杀死政府两位铸葬大臣 乾隆果断出兵 与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藏兵联合作战 成功镇压了这次叛乱 随后他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 在藏区构建新的政府组织嘎下 并通过西藏善后章程 提高祖章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权利 乾隆52年1787年和56年1791年 西藏贵族勾结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 对此乾隆帝毫不手软 当即派傅康安入藏迎击敌军 很快将库尔喀侵略军赶出了西藏 乾隆57年1792年 清政府通过实施钦定西藏章程 对西藏地区的政治 宗教军事进行了全面改革 完善了对西藏的治理 密系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 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在西南民族地区 乾隆帝继续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当时大渡河上游大金川强盛起来 不断的欺凌周围各部 为彻底稳定对这个地区的统治 乾隆帝分别在乾隆12年1747年 和乾隆36年1771年 两次用兵 最终平定了大小金川吐司的武装反抗 结束了川藏地区混乱相争的局面 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乾隆晚年对于自己的武功非常得意 他还亲自撰写了十拳武功记 称自己为十拳老人 并赚克了十拳老人之宝 乾隆57年1792年 乾隆更是命人建造碑亭 将自己的十拳武功用满、汉、猛、藏 四种文字刻在碑上 从而昭示后人 所谓十拳指的是两瓶准盖尔 定虎一步 两定大小金川 静台湾、福缅甸、安南 两幅库尔喀 总共是十次较大的战士 乾隆凭借强大国力 东征西逃 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 维护和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 也使得清朝的国力达到极盛 乾隆时期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也为了整理古典文献 推动文化发展 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撞工作 乾隆帝即位不久 就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书 乾隆前期编成的大型图书有 续通典、续通制、续文献通考、国朝公史、清三通、通建济览、大清一统制等 总共多达数十种 到了乾隆中期 他决心编一部史无前例的大书 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系统整理 这就是四库全书 为此 他首先下令广泛地征集各种书籍 要求官员和民间求书献书的预纸接连发出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 到了乾隆38年、1773年 政府征得的图书超过一万种 同时 他还组织人员整理内务所藏的永乐大典 从中查出一书五百多种 大大丰富了图书资源 为四库全书的编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编撰四库全书 他下令成立四库全书馆 征召全国最知名学者如纪云、于敏忠、王念孙等入馆 并让他们担任总裁官、总撰官、撰修、教理等职务 这次古籍整理工作十分认真 从版本的比较选择到教刊考证 以及每一种图书的提要撰写 都做得深入细致 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作 书馆的学者们历时十五年 终于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从书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 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 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 全书按经、史、子及分布 部下又分类 而四库全书总幕 介绍的书竟多达一万多种 基本上将明代以前的主要著作收罗殆尽 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化 保存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四库全书编成之后 政府又耗费巨大的人力 腾写正本七部 分别藏在乾隆帝 特意为此书修建的紫禁城文元阁 沈阳文肃阁 圆明园文元阁 热河壁暑山庄文金阁 扬州文汇阁 镇江文宗阁 杭州文兰阁等处 并且在四库全书编撰的同时 附带编定了四库全书总幕 四库全书会药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全书考证 极大的丰富了这次活动的内容 后人在用这套大型图书的时候 自然会联想到乾隆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乾隆帝利用这次编撰这套图书的契机 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 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 六七万卷以上 像顾炎武、黄宗熙等人的著作都在围禁之列 因此 虽然有大批的典籍被叫好的保存了下来 但是乾隆编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通过编书 乾隆一方面密切了和知识分子的往来 笼络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 乾隆试图让知识分子们都埋头于编书中 无暇顾及政治 从而维护了社会的安宁稳定 文字域是乾隆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 在历史上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早在康熙雍正时期 清政府为了加强思想控制 就开始大兴文字域 而乾隆则变本加厉 登峰造极 他不仅对收藏具有反清色彩 诗文野史的文人无情打击 还对非裔朝政的当代人严厉惩罚 无论是文字域的名目还是数量 乾隆一朝都是空前的 像王一朝政 思怀愿望 诋毁成诛 枉为著述 都是他制造文字域的借口 甚至捏造妖言 狂难不惊 也成为兴起文字域的名目 有学者统计 乾隆朝的文字域竟有八十多起 其中最著名的有王造基的县尸案 王熙侯自冠案 成名音带座寿文案等 许多文人学者 甚至普通的读书人 都因为文字域而被处死或者是下狱 亲属也受到株连 更有甚者连课书坊的老板 书店的伙计都牵连其中 搞得学界人人自危 全国上下文人闭口 学者奸言 一片万马其银的景象 酷烈的文字域 严重的阻碍了文化的繁荣 使思想界成为死水一潭 之后中国一百五十年的保守封闭 落后挨打 从思想上讲 乾隆是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随着盛世的到来 乾隆帝开始骄傲起来 骄奢淫逸的本性开始暴露 逐渐步入晚年的他 变得骄奢起来 对财富大肆的挥霍 在他的影响下 王公贵族日益奢靡 朝廷官员也日趋腐败 社会上开始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 司法败坏 民不聊生 清王朝全面盛世的背后 深藏危机 乾隆帝处处模仿康熙 前后多次外出寻性 与康熙的简朴相比 他的寻性却是极为奢侈的 甚至可以说是挥霍无度 有学者统计 乾隆帝一生寻性次数打百次 仅热河避暑山庄就寻性了52次 其他著名的是六寻江南 五寻五台山 五济屈府 四寻圣经 每次外出 乾隆帝都带有大批的随从人员 并且大摆排场 给沿途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特别是寻性江南 浪费极其惊人 数百人的寻性人员 加上数千人的护卫队伍 浩浩荡荡 沿运河南下 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八截皇帝 大势铺张 他们不仅要为乾隆帝一行 准备极尽奢华的行工 预备奢侈的食物 还要电道进阶 搭棚结彩 当皇帝来临 文武百官还要率领 地方的晋身 齐民老父 福到贵营盛家 为了博得皇上的欢心 各地富商更是费尽心机 不惜花费大量资金 搞些争其斗艳的花哨应景 而乾隆帝更是大摆阔气 大笔大笔的赏银两 赐给一物九十 每次寻性 不仅沿途的百姓遭殃 而且国库耗费巨大 乾隆帝另一个爱好是修园林 在雍正帝时 圆明园很简单 只有二十八井 乾隆不满意 大手笔的扩建 增为四十井 这四十井是美轮美奂 花费不菲 即中西园林之大城 此外 他还在玉泉山 香山等地大兴土木 修建了青衣园 也就是颐和园 等风景 构成了有名的三山五园 南巡之后 乾隆喜爱江南园林 便在热河避暑山庄仿建 把避暑山庄 原来简陋的三十六井 扩建为豪华富丽的七十二井 这些浩大工程 耗取巨额的政府钱财 给太后和自己过生日 就是庆万寿节 是乾隆的一项巨大开支 当皇太后和她本人过生日 特别是六十七十八十岁大寿时 更是隆重非凡 不仅她本人大肆挥霍 而且皇室成员 王公贵族乃至文武百官 都要向皇太后和皇帝表孝心 送上昂贵奢华的礼品 在她的母亲 孝圣皇太后六十圣寿时 从西志门到紫禁城西华门 十几里的街道上 街道上高达彩棚 张灯结彩 路两边设置各种奢华典景 安排五十五龙 杂耍百戏 弥费何止一万 此后皇太后的七十八十寿臣 更是一次比一次奢侈 皇太后寿臣如此 她本人的寿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是她八十八寿 由当时的权臣和申操办 不计花费 极尽奢华 花费钱财远远超过各次庆典活动 搞得国家库藏空虚 乾隆帝的腐化奢侈 以及万年的代政和轰溃 对时局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大贪官和申乘机迎合 并借机控制了朝政 加速了历史的败坏 和申是乾隆朝的第一权臣 也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 最初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申地位很低 一个偶然的机会 和申得到乾隆的赏识 随后迅速的升迁 和申口齿伶俐 办事干练 善于迎合乾隆的意思 深受乾隆的宠爱 乾隆将他提为户部侍郎后 全民的掌管户部 期间 和申大肆贪污 虽屡受弹劾 但安然无恙 后来乾隆升他为军纪大臣 上述乃至大学士 和申利用乾隆的年老轰溃 前后专权达二十多年 对清王朝的朝政和励志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乾隆帝和和申的影响下 朝廷励志败坏 官员贪污成风 与此同时 豪身负伤大量的兼并土地 社会贫富家居 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 社会经济受到破坏 广大农民陷于困苦 在发生灾谎时 流离失所 卖儿卖女的现象随处可见 辉煌一时的清政府 繁盛的表面下 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危机 乾隆帝是一位有才能的皇帝 同时也是一位风流的浪子 他的妃嫔众多 而由此演绎出的风流意识也不少 其中最于著名的要属香飞了 关于香飞的传说 有很多种版本 有学者认为香飞就是当时回步飞嫔荣飞 但是他俩到底是否为同一人 史学界还存在着争论 对于这位回步的妃嫔 乾隆并没有把她安置在后宫 而是在西院特意迎建了宝月楼 作为金屋藏娇之所 鉴于饮食习惯 宗教信仰的不同 乾隆将她另行安置 并配备了专门的回祖厨师 为了一解荣飞的相思之情 乾隆还命人在宝月楼街对面 修建了回字营礼拜四 并让回民居住在其中 乌蛇也都沿袭回祖风格 由此可见乾隆对香飞的无限宠爱 乾隆先后有三位皇后 她与第一位皇后傅察氏的感情最为深厚 傅察氏是弘历为宝亲王时的嫡妇进 三十七岁时死于东巡途中 当时有传闻皇后与乾隆是因为福康安产失了戒弟 皇后怀疑福康安是乾隆与傅衡夫人所生的儿子 在皇后傅察氏去世后 乾隆悲痛不已 连续九天 每天在皇后的灵前三次摆上贡品 并且用傅察氏生前希望的孝贤二子作为她的嗜好 孝贤皇后的灵就安放在玉陵地宫的四年多里 乾隆先后祭奠了一百多次 在长春宫里 每到孝贤皇后的生辰 乾隆总会命人将他的画像挂出来 意味相思 这些足以见证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深厚感情 所以即使再风流的帝王也会有真挚的感情 第二位皇后乌拉纳拉氏就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了 她在冷宫去世时 乾隆皇帝正在打猎 听到消息后 乾隆并没有停止打猎 只是派他的儿子先行回去料理丧事 因此皇后乌拉纳拉氏与皇后傅察氏的待遇 犹如天壤之别 除此之外 乾隆还有五位皇贵妃 五位贵妃 不知名的更别说有多少了 正当乾隆以为自己身处太平盛世尽情享乐时 却不知道盛世下掩埋了多少危机 乾隆执政六十年 到后期荤溃自负 做错了不少事情 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然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美利坚合众国也已经建立 法国也爆发了大革命 这三件大事改变了世界的进程与格局 但是乾隆还傲慢地认为 清王朝是天朝圣国 他看不到西方科技的进步 和世界发展的潮流 只存在自己的迷梦之中 即使面对英国使臣马格尔尼 乾隆仍大言不忏地称 天朝统一万国 鉴于外商来华后 与中国行商相勾结 干出许多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 乾隆决定禁止外商再往厦门 泉州宁波三地贸易 后来乾隆还颁布了防范外移规条 中国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历史 乾隆退位后 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以湖北四川为中心 爆发了全国性的白连教大起义 乾隆帝满怀对白连教起义的惊恐和焦虑 手指西南方向 龙玉上宾 享年八十九岁 他留下的清王朝已是千疮百孔 破败不堪 四十年后 英国撕开大清帝国的虚假盛装 洪秀全崛起西南 清王朝已经是苟延残喘 你看这位那是可简直上 可简直上 состояни寸棧